我的孩子姓汪 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凭什么不能回北京 你们他们台湾那些 又要欺负我 人家说人家最后没来 咱们得休停 我抓着 从北京飞过来 小官 你就说全世界都让我孩子 可以去 不能回书大陆 我凭什么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想去重庸 我也不想去芭蕾岛 我也不想去重庸 我想让孩子去西安 去三亚 回北京 溜达一圈 你该上学上学 回台北回台北 我真的不明白 然后我还得跑那些地方去 咱们俩小梅也要陪我去 为什么一大家的人 为了看孩子 跑到这儿跑到那儿 你作为一个法官 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愧 没喝酒啊 不要误会 别丢人了是吧 我丢什么人了 你丢人 这个是我的原则 我的孩子姓汪 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是啊 没有人 他凭什么不能回北京 没有人说他不是 但他就不能 凭什么不能回北京 好了 你们他们台湾那些 你又要欺负我 对 因为我小孩子 我一模了 是 不出现 太不调解 让我一个北京人 我从打着飞机 我坐在这儿 我跑在这儿 就是对方没出现 咱们今天结束了 就这样 真的 你不气吗 我坐着飞机 说今天明天调解 咱们可以 我坐着飞机 今天晚上夜里 我几个行本 我太了解了 8.45 11.25 我随便45 下午3.45 晚上8.45 我夜里那般到 我到的时候 直接出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来出庭 他说人家最后没来 咱们得休休停 我从北京飞过来 你他说不来就不来是吗 我抱着一颗想调解的心 他不来就不来 三点了 还不睡呀 你们有多少是刚从 往小飞直播间来的 小飞这孩子啊 就是 太直了 心疼啊 他还是个孩子 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唐先生是中国人 男人至死是个孩子